大家好 我是逛遍欧洲博物馆的呆猫 《艺术灵感溯源》系列的上一期里 我提到拉斐尔的帕里斯的审判 这幅作品的右侧下方三位合神的造型布局 直接影响了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 而拉斐尔这幅画作的左侧 这五个人的站位造型 还影响了另外一幅现代艺术史上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毕加索的《雅维农的少女》 拉斐尔画作上的这五个人 讲的是希腊神话里 那只引发特洛伊战争的金苹果的故事 信使赫尔摩斯带着天后赫拉 战神雅典娜和爱神阿弗洛迪特 找到人间王子帕里斯 让他裁决三位女神中谁是最美的女人 然后把这个金苹果给对方 猛然看上去拉斐尔的画作 和毕加索的画作这两幅作品 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但别着急 如果将拉斐尔的画作倒转过来 你会看到 拉斐尔画面上 从左到右 这五个人的站位布局 和毕加索的《雅维农的少女》上 五位女性的站位布局 是一致的 我们可能有体验 如果给一小群人拍照 每一个人怎么站位最合适 既要让照片生动活泼不呆板 还要有创意 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毕加索的画面上 这五个人的站位问题 也让毕加索费尽了心思 毕加索从拉斐尔那里找到 给五个人站位造型的灵感 他还从很多其他艺术作品上 获得了一些细节上的灵感 比如 画面中右侧 这位女士的面容 源自非洲面具 这个大家可能都能猜得到 画作中央这位 双手置于脑后的女子造型 灵感 来自法国画家 安格尔的 土耳其浴室 这位浴女的造型 而画作左侧 这位站立女士 她强壮的手臂 特别是向上举起的 左手手掌 灵感来源 是法国画家 高跟创作的 两个大西地女人 艺术灵感溯源 我们下集见